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而不是自己单方面炮制的什么东西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从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 美剑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 挑衅搅局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谁在台湾问题上搞胁迫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丝毫改变不了台湾史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 凡是凡是数点忘足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任何国家 任何人 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否则 必将再次 遭到失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